衛生署指令回收兩款由日本進口懷疑沒有註冊的中繩藥龍角散 涉及的兩款龍角散分別是蜜桃味和薄荷口味 衛生署指令批發商民興藥品代理國際有限公司回收 衛生署接獲投訴後展開調查 錯步發現這兩款龍角散都是由民興由日本進口被香港銷售 但未向當局註冊 衛生署指未經註冊的中繩藥 是安全、成效和品質都未經證實 可能對公眾健康構成風險 劉衛生署指暫時沒有收到相關不良反應報告 但呼籲市民如果買了這類產品的話 應該立即停止服用 港九藥房總商會指 未註冊的龍角散最近才在香港有得賣 流出的貨量應該不多 他賣很少出來外面 他大部份賣給超級市場 液房很少 很少很少 有客區也有 可能有些 但他衛生署未通知我不清楚 而民興就設立了熱線電話 2544-8005公查詢 現在市面上一些大型的連鎖零售店 都有賣這類白色包裝的龍角散 衛生署指這類的龍角散已經是註冊 註冊池有人都是民興 無線電視機閘 陳嘉欣報導